第225集 登门 众多宗师还是有点小激动的 先天上人哪一个不是神龙见首不见尾 很多宗师一辈子也没有见过先天上人 众多宗师怀着敬畏的心情 跟在玄寺等人的身后 马上就要见到先天上人了 而且还是能击杀不止一位的先天上人 想来这位上人的修为 就算放在先天上人之中也是不弱的 但是看着车里出来的年轻人 玄寺等人朝着年轻人恭敬的行李 车内又没有别的人下来 众多宗师就是一愣 不会吧 这么年轻 一个宗师嘀咕说道 这是突破先天之后烦恼还童了吗 一位宗师找了一个理由说服自己 看着北风年轻的脸庞 怎么也想不到这是一位先天上人 而且在众多宗师的感知当中 这个看起来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年轻人 没有丝毫习武的痕迹 就是你们在打鬼王面具的主意吗 北风看着各怀心思的众人 一股无可匹敌的威蚀笼罩全场 这股气势牢牢锁定赛场的所有人 犹如九天上的雷霆 随时可能劈下 轰 众多宗师只感觉到身上一沉 一股压力扑面而来 犹如自己还是刚刚踏入武道 见到宗师一般 提不起半点与之争纷的心思 上人 这是个误会 我们现在已经帮上人找到些许线索了 一位宗师急忙开口说道 再也没有办法有轻视的念头了 这话语刚落下 笼罩在众人身上的压力 如同潮水一般的褪去 消散于无形 几位低等宗师更是脚下一个亮枪 没有在这突然的变化中反应过来 北风没有说话 当先朝着大楼而去 身后一头长着三个脑袋的怪犬 跟在北风的身后 神色高傲不屑地看着周围的宗师 这也叫宗师 和自己那片区域的人类 真是没法比 不只是三头犬打量着他人 一群宗师也是目瞪口呆地 看着这条神奇的狗 老夫活了一辈子 还是第一次见到三颗头的狗 一位宗师看着神气万分的三头犬 心里默默地感叹道 不愧是先天上人 眼的宠物都是那么的与众不同 一群宗师在心中默默地想道 路上经过玄三的讲解 北风也明白了其中的前因后果 至于那赶出头的胡家宗师 死了也就死了 北风在主座上坐下 轻声地开口问道 你们找到什么线索了 说来听听吧 白松站出来 恭敬无比地说道 上人 我们已经把目标锁定在三个家族之中 但具体是哪一个家族 我们还没有确定 哪三大家族 北风头也不抬 轻轻地摸了摸 吃得多的脑袋 零家 五家 还有一个 七家 这三大家族嫌疑最大 白松沉吟了一下 缓缓地开口说道 北风抬起头点了一下 嗯 明天带我过去 没事的话 你们先散了吧 没有询问更多的信息 也不在乎 这三个家族的势力如何 既然想要使用这种 瞒天过海的伎俩 就算是强 也强不到哪里去 吃了一顿晚餐 北风躺下休息 三头犬 则是在半夜突然醒过来 从床上起身 还真别说 这玩意儿睡得真是舒服 这才是犬身啊 三头犬 回头看了一眼舒适的大床 与蚕丝背 朝着外面走去 三头犬 朝着顶楼爬去 顶部的一道门锁 被锁链锁住 钉 轻轻一挥 锁链断为两截 吊在了地上 三头犬 慢慢悠悠地 来到了楼顶 今晚是难得一见的好天气 天气之中 没有厚重的 雾霾与乌云 天空之中 繁星点点 一轮 脚白的明月高悬 当然 这与此刻 是郊区是有关系的 如果是在逝去 是别想看到 这难得的一幕 三头犬的身子一阵扭曲 如同犯了狂犬病一样 吃得多和吃不饱 呆呆地不做反抗 对于吃得多和吃不饱来说 这样的生活貌似不错 没事吃饭睡觉 有事没事的 可以欺负欺负吃不着 这样的日子挺不错的 最终成形 在地上的是一个悬崖的图案 一眼看去 就感觉到不凡 像是这条狗 天生就应该 摆出这样的图案一般 就在图案成形的一刹那 一道粗壮的月光 从天而降 直直地照射在 三头犬的身躯上 一层层月光 如水如沙 轻浮着三头犬的身躯 大量的能量 直接强化着三头犬的身躯 血肉骨骼 都在迅速地增长着 吃得多和吃不饱 这俩货舒服得直哼哼 听得吃不着 是一头的黑鲜 真一妈丢狗 只是片刻 三头犬刚刚突破的 二级妖兽境界 彻底稳固下来 这一响 足足持续了两三分钟 才缓缓地散去 三头犬并没有 着急突破境界 而是借助月华 梳理着自身体内的气血 结束之后 三头犬摇头晃脑地 回到自己的房间 跳到床上盖上被子 舒舒服服地眯着眼睛 第二天一早 北风起床 吃过早餐之后 让一群早已等待 多时的宗师带路 车队浩浩荡荡地 前往了武家 武家也是荣城的老牌家族了 宗师超过一掌之数 武家的祖宅 就在荣城周边 一座千年古镇中 一个多小时以后 一排车辆 在这千年小镇口停了下来 一群老人下车之后 恭敬地站在一旁 这座古城来自游玩的游客不少 此时都是一脸惊奇地 看着眼前这一幕 这是什么情况 怎么这么多豪车 这些老人全是大集团 或者大家族的董事长吗 这是组团来旅游 顺便谈个几亿的小项目 一群刚从车上下来的游客 对远处的车队指指点点 对于这些宗师来说 钱真的很容易弄到 哪一个宗师不是资产上亿 代步用的车辆 没有一辆是百万之下的 反倒是北风的奔驰是最差的 但却被簇拥在了中间 北风下车以后 带着三头犬坐在前方 一群宗师把北风簇拥在中间 至于带路之类的小事 自然是由这些宗师带来的手下担任 你们找谁 到了五家的祖宅外 一个年轻人就从外面回来 看着去世不止的北风等人 直直朝着四家宅子走去 不由地上前询问 白松站出来 身上升起了一股庞大的气势 声音很轻 但却传入到宅子里面 我找五圣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